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笑起来好看的公司老板 这个标准它是不变的 他究竟做了什么让他如此评价 前面就是属于走心的样子 结果到后面就是比较现实 面对他的主动出击 他又会如何回应 教食品啊 鞋子那些 我去帮你买嘛 吃个冰淇淋嘛 凡人游喜稍后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游喜 我们等你 爱情靠中 去外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游喜 我是乡亲特派员约翰 感谢至爱一生幸福一世 香港周智福珠宝对本栏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以及中国珠宝的特约播出 那现在参加我们凡人游喜 不仅可以通过热线电话 68615868参与报名 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真爱网的报名渠道 也是可以报名的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女嘉宾 就是前不久 刚刚上过我们节目的一位女嘉宾 菲林 不知道大家对她 那一头长发 飘飘的长发 还有没有印象 本期交友女嘉宾方菲林 27岁 身高1米62 职业 销瘦 月收入4到5000左右 婚姻状况 未婚 大家好 我叫方菲林 今年27岁了 这位女嘉宾前不久 才来过一次我们的节目 在上期节目里 她慢热的性格显得有些高傲 你以前都没有主动靠近一个男生吗 没有 完全没有 一般都是男生主动会靠近我 然后我会不会去搭理这种 但在男嘉宾的不懈努力下 似乎放下了些许防备 不过在最终 关于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上 两人产生了分歧 男方不要靠我养 我觉得我真的是没办法认可 然后我也不会靠男方养 就这种 我希望是在金钱上面 可以独立的这种 所以再次来到节目 想要寻找属于她的爱情 今天看到感觉很清爽 而且好像比上次的那种生疏感 没有了 可能是第二次上 所以感觉会不一样吧 你能放松吗 还好 还好 今天一来就跟我笑了 还是不错 那这次上我们节目 那个就是择偶的要求 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上期节目里 她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就是我之前也有交往过一个男朋友 条件也是很不错 但是我觉得其实物质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不是特别特别在意 我还是会就是说看重对方对我好不好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物质这一块的话 我可以一起努力去赚这个东西 那么这一次她会有什么改变吗 只是我妈妈她有一些要求 比如说要求对方一定要有房子 经济收入也没要求吗 现在这个大城市生活的话 欢迎应该5000块钱以下还是应该要做到的吧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有喜 我是真爱网情感过的飞逃 我们的女嘉宾呢 上一次来过节目 那一次呢 是因为男嘉宾要让她晒账单 各位观众肯定对这次节目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说了嘛 我们揭开了一种新型的交友方式晒账单 但女嘉宾当时是拒绝了 所以两个人 虽不说不欢而散 但是肯定是无疾而终了 那么她这次又来到节目当中呢 是因为私下跟我们编导沟通过说 觉得我们节目还是挺好的 还是想在我们节目当中能够找到一个 跟自己般配的男嘉宾 但是她强调了 不要再像上次那个男嘉宾那样 就物质方面呢 还是单薄了一点 希望呢 对方的家境啊 至少要有房子吧 收入方面各方面还是要稍微好一点 这个要求是不难达到的 所以我们的编导呢 又再次邀请我们的女嘉宾来到节目当中 给她找到一位般配的男嘉宾 带着这样的要求 我们也是帮她找到了一位合适的男嘉宾 那就先通过电话的方式来沟通一下吧 想不想听一下女嘉宾的声音 打个招呼好不好 来 我在这边12号楼 然后我在这边先玩一下 你过来找我吧 好的好的 你听女嘉宾的声音感觉怎么样 声音还是挺好听的 很甜美吧 期待了吧 那赶紧飞奔过来 听清楚了吗 12号楼 收到女嘉宾的提示信号之后 男生也是顶着烈日 开始寻找起来 趁着他找的时间 先来认识一下他吧 大家好 我叫阮明 今天31岁 然后现在是住酒店管理这块的 本期交友男嘉宾 阮明31岁 身高1米78 职业酒店管理 月收入1万以上 婚姻状况未婚 我的性格 还是比较平衡于那种的 一项性的吧 也没得其他的爱好 主要就是说赚钱 我觉得有了钱了 其他也啥子都不是问题 这个要起来也没啥子太大的 这个讲究50点的 看花票票的那种女儿 我觉得这个花瓶也没啥子的 让我们看一下这期的男嘉宾 说真的 这个外形我觉得可以达到80分 高高大大的 不关也很端正 加上家境很不错 自己的事业发展也还可以 所以我想这样的男嘉宾的话 应该是符合我们女嘉宾的要求的 而且两个人的外形也是相当的半分 男嘉宾是已经到了 快来 靠近我一点 听说你本来就是想找一个 那个长发飘飘 淑女的女孩子 对 长发急腰的那种 长发急腰了 那好 我们就进去吧 来 你自己打开这扇门 走到女嘉宾的身边去看看 想不想看到那个面具后面的真实面目 很期待 那我也没辙了 得靠你自己的本事 那我来试试看吧 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男嘉宾了 我觉得今天的女嘉宾很特别 从外表看应该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女孩子 我可以就是看看你的繁荣吗 其实我不是太喜欢就是用华丽的齐来形容 一个女生 我只希望伙食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吧 石头剪刀布 如果说我赢了的话 你就把面具摘下来可以吗 我数一二三 然后开始好吗 一二三 好 你输了 在下面具那块觉得女嘉宾就说 喜欢的那种类型嘛 有点心动那种感觉 没有想到你其他方式 让她放下面具吗 说几句话就够了 我觉得我还是喜欢接第七的女孩子 那你觉得我们女嘉宾 是接第七的女孩子吗 不接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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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怎么不接 可能接第七 什么 心里怎么会接第七 仙女 天呐 这评价已经上天了呀 谢谢你的评价 物以稀为贵了 今天既然遇到了 就要好好的争取 接下来的时间很宝贵哦 好吗 这样怎么安排 跟她聊聊 就互相了解一下吧 先就聊一聊啊 那么几破都就想聊天了 把所有的搞清楚 那好吧 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 我老家就万州那边了 就是现在有房有车 就想找一个女孩子 她时的过日子那种 那您就是说对着我方面的话 有没有什么就是一个指标 或者说一个要求 孝顺一点的那种女孩子吧 把家务这些能做好这种 这样那你觉得是女孩子就一定要把家务什么的都给她做上 然后就男孩子负责赚钱养家是这样吗 对对对 你是这样子的理解是吗 男人嘛 就要赚钱 我不觉得女孩子就应该要在家里面 就是做家务 养家 带小孩 我不认同 然后我可能也会就是比较偏向于事业上面的一些东西 我现在在考那个现阶段在考那个会计的证 从业这个证嘛 我可能就是以后会从事金融方面的一些行业 之前的经历是最前面最开始学的是那个服装设计师 那个时候在广州嘛 然后就回重庆了 然后就没有合适的那种岗位 后面就转行做了茶医师 我就觉得那份工作太清闲了 就又从事那个装饰方面的 因为有朋友在这边上班 所以说就去做了一段时间 觉得还挺不错的 因为我觉得很庆幸的是 我做一份工作的话 我很用心地去做 也很努力地在做 还是能够做得很好 赚钱 我一个人赚 然后就是说你负责就在家里面 你觉得这句话是不是 你说你应该在外面赚钱养家 然后女孩负责貌美如花是吗 其实我是不太认同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比较独立 不太喜欢伸手跟人家 就是要钱这样子花 我觉得我做不来这种事情 男方不要靠我养 我觉得我真的是没办法认可 然后我也不会靠男方养 就这种 我希望是在金钱上面 可以独立的这种 一年或者是两年之类 有打算过 就是说结婚生小孩吗 有打算呢 有打算 我觉得只要看队远 我觉得我可以结婚没有问题 但是最主要是要有感觉 要有感觉 对 这个真的是特别重要 那你觉得我有没有那种感觉 其实我真的是一个慢热型的人 然后的话我还是比较看重人品 然后的话也比较喜欢 我现实生活当中喜欢 绅士一点的男生 比如说我提东西的时候 我希望他能够在旁边 稍微地帮我挺一下 这种我觉得特别绅士 特别适应我 可能男嘉宾 他是想找一个那种 就是说愿意放弃一切 然后在家相夫交集的 可能我很抱歉 我对他还没有喜欢到那个程度 我可以为他放弃一切 然后包括什么理想 什么事业 然后就是包括什么商店心 可以放下这一切 然后去为他做这些改变 我不可以 另外就是说 我觉得一个女生 还是要有自己的那个工作 和一些报复的吧 是这种 我觉得他是不是那种 有点专的那种感觉吧 给我的感觉是一种的 我们的女嘉宾 一直在两期节目当中 都反复强调一个 现在很流行 也是很棒的观点 就是女生一定要独立 我是一个经济非常独立的人 我是不断地在充实我自己 我绝对不会找男人要一分钱 我不喜欢那种就是回归家庭 彻彻底底的为家庭 为男人服务的事 那种生活不适合我 我觉得女嘉宾的这个腔调呢 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听了一下 她自己之前的生活的总结 说真的我吓了一大跳 为什么呢 大家听一下女嘉宾 从事过的行业 最早是学习服装设计的 去了广州 然后去当了茶艺师 接着又是回来做装修行业 现在又在考快计时资格证 决定要从事金融行业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四个行当之间 没有联系 跨界跨得非常之大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人通常是有两种 一种就是奇才 我确实觉得每个行业 我都hold得住 每个行业 我都很有兴趣去了解 去尝试 但是呢 另外一种人呢 就是勇才 干 吃啥啥没够 干啥啥不行 所以在不断的换行业 如果女嘉宾 你换了这么多行业的话 我会有一个疑惑 就是每个行业 其实你都没有生根 因为在27岁的年纪 其实应该是在某一个行业里面 应该是上升到一定的管理层 至少是一个中干了 目前可能你的事业的发展 没有你自己预期的那么好 可能在 是否跨那么多界的问题上 要好好地反思一下 女嘉宾本来就是个 性子极度慢热的人 一来就开始的聊天 让她显得有些拘束了 依照上期节目的经验 还是得先让她玩起来 调动调动气氛之后 才能放松 好的 我看刚刚两位 聊天是聊得还挺开心的 不过呢 我们现在要互动一下了 不光是要通过语言的交流 我们质地上也应该互动起来 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游戏 你比划我来猜 都玩过是不是很简单的游戏 你比划我来猜游戏规则 一个人比划 另一个人猜 比划的一方必须想尽一切办法 使出全力让对方猜出答案 好 来 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一轮游戏 我先给你出题 好 计划 试个字打 假设说她是一个男生 然后我就看到她 先慧吗 就是 我是女生 然后她是男生 然后我看到她我就觉得 哇 我就想跟她交往 哎哟 我就想跟她交往 计划 试个字打 想跟她交往 然后我就 君子好球 你直接攻不打 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我们来进行下一轮 我给男嘉宾出题 让女嘉宾来猜好不好 来 看这个 你不猜不出来 你要这个是什么 你不要不懂装的 什么 你赶紧再表演一次 看着我这样 你要干什么 这六妹把衣服都撩起来了 三个字的 丑小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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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是在故意逗你乐是吧 来 给答案 肚皮舞 肚皮舞 我真的感觉像是在转佛老圈一样 我可以就是说 我请你就示范一下表演给我看 可以吗 我就感受一下那个 就是腰部分的一种那种肚皮舞吧 好吗 四处应有掌声 那木 胸 腰 然后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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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怎么样 来来来来来 你这样 你们俩靠近一点 跟着老师学一学 我跟着你学一下 来 跟着老师学一下 但是这种 胸 然后再腰 然后再拖来 关键是我没有胸 就是胸往前 然后腰往前 然后臀往前 然后再这样说 我女嘉宾扭得跟美人鱼一样 你扭得就跟那个蝉橱快往外蹦的感觉一样 因为男生嘛 他肯定很少就是跳肚皮舞之类的 然后身体的话相对来说比女生要稍微的不是那么柔软 所以说也算很不错的啦 既然我们女嘉宾对舞蹈很有研究 让我们男嘉宾就跟着她拜个诗学一学好不好 拜个诗学一下 好 有两公分的距离这样子 一个脚前一个脚后 手臂这个地方向往前面 不是 不是这个 一会来一段小时简短的玩法 不会不会 我都忘了好久 那是张学的中学 还两段就可以了 怎么两段啦 你们像肚子啊 你们像腰啊 你凭那个救手是肯定不好解释的 他好感兴趣的 他自己在那儿 他好感兴趣哦 哎呀我真是 刚刚这一段哈 我觉得两位棒多了耶 现场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 觉得今天你这位学员表现怎么样 还算不错啦 真的还算不错 那我想问的就是 在接下来你们俩的相处当中 你愿意为了我们男嘉宾 继续保持刚刚您那种灿烂的笑容吗 也可以吧 好那我想提醒你啦 女嘉宾说了要让她一直开心 她就会保持这样灿烂的笑容 接下来的一个方向你应该就有了吧 朝着那个方向走 朝着那个方向走 好吧希望你能够达到你的目的地 其实以前经常笑的 但是现在感觉就是比如说要学习 要工作压力大了嘛 然后也没有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 所以就很少笑 但是我如果遇到 稍微有一点好笑的事情我就会笑 万万没有想到 我们的男女嘉宾 竟然跳起了肚皮舞 而且可以看一下 男嘉宾那个状态非常的享受 女嘉宾也是亲情的指导 两个人之间达到了一定的默契 尤其是女嘉宾 我觉得她这一次参加节目的态度 跟上一次还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起码这次我觉得她积极了很多 虽然说嘴上说 我不想做家庭主妇的 我不会那个什么 就是被你安心养的家里的 可是身体却很诚实啊 至少你能看出来 她对男嘉宾是很有好感的 所以两个人才会有 那么积极那么有默契的活动 此时的两人打得火着 男嘉宾趁着大家不注意 默默地一个人走出了房间 她是要干嘛呢 我在想她可能去 制造什么惊喜之类的吧 喂 喂 妈 关锋是谁 在一个反人游戏 我去删除了一个女儿 我还是挺喜欢她的 女儿是啥小学吗 你把她看上去吗 就是说那种事业性的那种 我不要那种事业性的女儿 我不要那种事业性的 回关的带娃儿啊那些 这种条件嘛 随便找得好的嘛 能够找不到吧 才找个事业性的女儿 我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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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两个走 好嘛 好 你不断想吗 好 关了 但是嘛我出去 准备跟那个女嘉宾 买点酥子 买点寒点啊 然后我妈突然说了 这个事情 我妈在意的就是这个点嘛 潜天霹雳 明明两人是看对眼了呀 这样的情况 让我们始料未及 编导也是赶紧 跟特派员进行沟通 希望她能留住 想要离开现场的男嘉宾 其实我觉得你不要马上走 因为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你应该亲自当面 去问一下女嘉宾 你不是说自己也心仪吗 反正嘛 还是服务的一块 还是主要点 如果说女嘉宾愿意去 改一改她这个想法 愿意做出些让步呢 或许情况就不一样了呀 不要因为这一点点问题 错失了一段良缘 好吗 好好好 那我们就上去问问她 好不好 对 好 德琳 女嘉宾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现在呢 男嘉宾有 她自己有几个问题 想跟你再沟通一下 好 来 你事业心还是有点重 觉得就是说女儿嘛 反正就是说在屋头 相互交织的一块 反正我屋头嘛 也就我一个娃儿 也不是那种 很差钱的那种嘛 然后呢 你想我为什么 然后就是说 就是说你在事业上就是说 能不能就是推补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有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吧 我想说Low 我很肯定 因为第一 我对她还没有喜欢到那个程度 第二 有没有感觉都还没有 都还谈不上 就是想要为她做那么多事情 我觉得我办不到 而且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有上进性的 我觉得女孩子还是要有自己的工作的 男嘉宾原本只是想好好地跟女生进行沟通 希望女嘉宾能够让步 顺利地牵手成功 然而没想到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更是让我们措手不及 那有点抱歉 就是说 我妈呢 反正就是说 这个XX 能不能感觉像是在拒绝你的 我前来还知道没有拒绝 所以说上边也不会 对 她说说 因为她妈不同意 所以说很抱歉 今天她可能 她也不能拖鞋 她说她也不能拖鞋 女儿她说 我没被其他男孩子这样拒绝过 我感觉这个女儿 就是那种 是不是有点子大 有点高的那种 反正我觉得这个女儿 还是不说 就是说想要找的那个女儿 那我们今天反正就这样 愉快地结束了 好的 谢谢 对 女嘉宾的表现是 我不可能被拒绝 我上电视也是不能被拒绝的 那我就想问一句 小姐是谁给你的勇气 是梁静如吗 你为什么会这么相信 自己不可能被拒绝 人生在世界上 总有一些时候 你可能会成为那个被拒绝的人 而且我觉得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下 男嘉宾是很真诚的 喜欢你 然后他会去问自己的母亲的意见 毕竟将来在他的家庭当中 你跟他母亲之间的关系 会很紧密的 毫无疑问的 你的婆婆不喜欢你这种 所谓的事业型的女生 那被拒绝有什么关系呢 因此而感到羞耻 你不应该 你应该非常潇洒大方的离开现场说 作为一个坚信独立自主的女性 我不觉得这样的被拒绝是一种羞耻 反而它是我的荣誉 因为这意味着 我就是一个独立的人 我会为自己的独立 不这样付出代价 应该说选择我自己应该走的路 而不是这样的恼羞成怒 他是来了三次 却依然要找长头发 笑起来好看的公司老板 这个标准它是不变的 他究竟做了什么 让他如此评价 前面就是属于走心的样子 结果到后面就是比较现实 面对他的主动出击 他又会如何回应 交视频啊 鞋子啊 我去帮你买嘛 吃个冰淇淋嘛 欢迎有喜 精彩继续 欢迎有喜 我们等你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这位男嘉宾呢 曾经是两次来到节目当中 加上今天的话 就是圆满的三次了 至今为止 条件优秀的他 都没有找到 属于自己合适的那个人 那他到底是谁呢 霸道总裁来相亲 接下来看一看他到底是谁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司马涛 这一次呢 我又来了 本期交友男嘉宾司马涛 26岁 身高1米70 职业公司老总 月收入2万至3万元 婚姻状况未婚 司马先生之前 来过我们凡人游戏两次 两次都希望 找一位长头发 笑起来好看的女生 我们也为他找来了 两位这样的女嘉宾 但是第一次司马先生 因为怕狗 而没有跟女嘉宾牵手 第二次因为女嘉宾 对经济太在意 而没有牵手 那不知道 这一次来凡人游戏 她的择偶要求 会不会发生改变呢 这一次我的一个择偶要求呢 也有一个改变了 就是说希望 单纯一点 就是可爱一点的 但是呢 这个长头发和笑起来好看 这个是 这个标准呢 它是不变的 男嘉宾择偶要求 一 单纯 可爱 二 长头发 三 笑起来好看 好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第二对男女嘉宾 我们的男嘉宾呢 也是来过节目 这是第三次了 天哪 男嘉宾 我也是觉得 其实你条件真的蛮不错的 但是每一次呢 都是多多少少 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的男嘉宾 还是提出了 之前一样的要求 我要长头发 笑起来很甜美的女生 这肯定是他的一个心结 但是没关系 编导一定会按照你的要求 考虑到司马先生来过节目 两次都没有牵手成功 我们特意请来 珍爱网观音桥店的情感老师 来给他一些建议 那司马先生 咱们的话 这边的话也相亲过两次了 那您觉得 在择偶这一块来说 您有没有重新定位一下 自己的择偶要求呢 我的择偶要求的话 和前面两期是一样的 我一个入眉的标准嘛 就是长头发笑起来好看 这是一个入眉的标准 了解了哈 那么先生的话 还看来还是比较专一的哈 如果遇到这样的女孩子 一定要好好把握 咱们在追求女孩子这个过程中 首先要积极主动哦 对 要表现出的一点绅士 对 温柔体贴的一面 希望通过情感老师的建议 司马先生能在接下来的相亲中 好好表现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女嘉宾吧 大家好 我叫罗莉 今年24岁 现在在一家公司做行政前台 大概月收入是4000左右 本期将有女嘉宾罗莉 24岁 身高1米60 职业行政前台 月收入4000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我有过两段的感情经历 其中有一段呢 就是从上大学开始到工作 跟她有了四五年的感情 本来我们两个都已经到了 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也见了家长 都准备买车买房了 结果后来她的前女友来找她了 当时我觉得没什么嘛 只是朋友之间相互联络感情 结果后来她们两个就有点 就情复燃的那种 然后后来我就跟她分手了 然后呢我现在的择偶要求呢 其实很简单 我不需要她有多高的收入 面包总是会有的 我只希望她能给我一个爱情 然后她眼里有我 然后就够了 女嘉宾择偶要求 眼里有自己 综合来看 男女嘉宾匹配度达到了90% 只是不知道 司马先生能不能做到 眼里只有罗小姐男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中国珠宝 传承千年 汇聚经典 白云有喜 我们等你 刚才我们这个圈外网的老师 跟你辅导了一下 相亲的正确打开方式之后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大有收获 大有收获 那今天就好好表现好不好 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成功的 好的 接下来司马请向后看 有请我们的女嘉宾出场 刚刚呢我看到女嘉宾 从楼梯上走下来的那一刻 我对她的感觉非常的好 长发飘飘 白色的衬衣 非常的清纯 非常的可爱 让我瞬间想起了我的初恋 我现在对她非常的喜欢 对男嘉宾的第一印象呢 无论身高还是长相 感觉都还蛮不错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进一步的了解一下 怎么样 觉得第一眼印象 负不符合你的这个入门标准 特别好 我觉得今天咱们开了一个好头 至少说我觉得嘉宾一定要相互之间印象特别的好 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相亲才是很好的开始 所以接下来两位准备怎么开始自己的约会 在外面好热 我们去一个好的地方 凉快的地方去坐一坐聊一聊 现在我们看到男嘉宾 看我们女嘉宾的眼神真的非常的直白 那就是 你是我的茶 我觉得女嘉宾的那个外形就是男嘉宾喜欢的类型 那种甜美的可爱的女生 真的很多直男都很喜欢这一款 所以我们的男嘉宾也不意外 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眼神当中真的满满的看上了 这是一个酒吧吧 他这个 对 可以唱歌的 你是带他来唱歌还是喝酒 我想唱一首歌给他听 怎么样 感受一下 可以的 天 我发现这连这个都一没有 男嘉宾他主动带我去酒吧 然后还很主动地唱了一首歌给我听 虽然说他唱得不怎么样 但是感觉还是蛮深情的 还有那首歌 歌词也挺好的 然后感觉他还是很走心 我还是挺喜欢的 我要温温的幸福 能抵挡我的残酷 在不安的深夜 能有个归宿 当我为女嘉宾唱歌的时候 我看到女嘉宾的表情是非常地认真的 此时我的心里面也感到非常地满足 好 来 我们请司马过来 开了一个好头 这样 咱们先坐下来聊一下好不好 我先做个直播介绍哈 我叫司马涛 我呢主要呢是今年26岁 主要呢是做这个文化传播 自己呢开了两家公司 现在呢也自己全款买了房买了车 之所以会对他说这些呢是因为 可以让他知道我了解我 让他跟我在一起呢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这也是作为一个男人 一个实力的一个展现嘛 所以说呢我也想在他面前展现出来 其实呢我对你的经济条件 或者说那些前什么的不是很感兴趣 不太感兴趣 只想找一个就是稍微平淡一点的 然后只要对我好 然后心里面有我眼里面有我 然后日子过得平淡一点也没什么的 她呢不在乎我的一个经济 就是说在现在这个社会呢我觉得 我觉得一个女孩子不在乎物质 不在乎男方的一个条件 这样的女孩子太少了 太少了太蠢了 我非常的喜欢这种女孩子 我没有想到就是说 跟前面的差距对比的还是蛮大的 因为她一坐下来之后 给我聊的那些就有点太现实了 我感觉前面就是属于走心的样子 结果到后面就是比较现实 你经常来这个酒吧吗 感觉熟门熟入的 以前跟朋友经常来 跟朋友吗 对 男生比较多还是女生比较多 是以前我的初恋女友 初恋女友啊 对 看到你呢就 唤起了我曾经的活动 你对你的初恋女友 那现在是不是还有一点感情在里面 这个的话谈不上感情 因为曾经肯定是有感情的 现在的话就是说没有感情不感情 这个这个 因为我对女嘉宾呢有非常好的一个好感 所以说我在她面前说话呢都比较直率 我也跟她说了为什么来这个酒吧 是因为之前呢陪初恋女友经常来 所以我都一无一死地告诉她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那你的初恋女友如果来找你想跟你复合的话 你会跟她复合吗 我从来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 她现在呢过得很幸福 你怎么知道她过得很幸福 因为我们看朋友圈都看得到 你还嫁了她微信是吧 那你们平时有聊天吗 平时的话很少聊天 还是挺不错的 后来跟大家谈到她的前女友呢 然后也听到了她对她前女友 还是有那种感情嘛 然后平时也会看看朋友圈啊什么的 然后毕竟之前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看到她跟她前女友就是说像这种 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点点不是很舒服 虽然说她还是给我坦白了这些 但是毕竟有一段阴影在里面 可能就不是特别的那个 我说为什么男嘉宾每一次都坚持 我要找长头发微笑很甜美的女生 原来她的初恋就是这一款 虽然说女嘉宾听到这个消息 也许会觉得好的我正好是这一款 挺好的 但心里难免会想 难道我是另外一个人的影子吗 而更糟糕的消息是 男嘉宾竟然跟她的前女友 还在一个朋友圈里面 有时候女生真的很忌讳这个的 我们最怕的就是 你的前女友前前女友前前前女友 大家都在一个朋友圈里面 互相还要 难道要见个群吗 叫做我们是叉叉叉的前女友 然后互相还要点个赞 评论一下什么的 因为这种很亲近的关系 会让现任感到紧张 也许有一天你们之间的那朵野火 突然一下就聊远了 罗小姐虽然嘴里说着挺不错 但现场的气氛却尴尬到了极点 聊尴尬了 现在尬聊 是有一点吗 因为提到了她的前女友 然后 觉得不舒服了 对 因为感觉有过类似的经历 你是来这个地方找回忆的吗 是吗 因为她给我的感觉很像我的初恋女友 所以说我就带她来这里 前面也经常跟我初恋女友来这里 她也很喜欢听我唱歌 她说我觉得她应该也会喜欢 我告诉你 10个女生 11个女生都不会喜欢的 这是你印象情人的想法 这是一个忌讳 也是一种尊重 要不然这样吧 你就这样想 谁还没有个前女友啊 她这把岁数了 如果没有个前女友 她多不正常啊 我们换个约会地方吧 不然会影响情绪的 气氛好尴尬啊 怎么样 本想换个地方换个心情 但司马先生接下来的表现 却让我们都为她捏了一把汗 你喜不喜欢那个宝宝啊 那些小视频啊 鞋子那些我去帮你买吗 那些那个 我都比我的小宝宝都差不多了 就是提到初恋女友这个事情 我发现她呢 有一点生气了 所以说我才提出来 要给她买一些饰品 或者是包包之类的一些礼物 这相当于也是 我做的 就是对她做的一个礼物吧 让她开心就好嘛 像你们这些小女生啊 都喜欢那些娃娃呀 熊啊那些是吧 我们去看一会儿嘛 我不喜欢那些不用不用 那你想不想吃点啥子 我们去吃个冰淇淋嘛 请你吃其他给他吃 哪个都太开心了不用不用 我们随便买品矿泉水都得行 矿泉水啊 那我们也去 至少也去喝咖啡 不用不用 就是一来就想请我吃那些 哈根达斯啊 想给我买包什么的 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种 那种想用钱来收买我的感觉 跟前面的那种走心完全就变了样子 咖啡还是要喝一杯的 不用 走嘛走嘛 不要 走嘛去喝咖啡走 走走走走 当时发现她呢 她对这些并不是很感兴趣 所以我太喜欢她了 我觉得这种女孩子太少了 你要喝咖啡不吗 点两杯咖啡 不用了不要多喝杯子都得行 你不要太客气了嘛 你把你买点小礼物你也不用 然后去你吃哈根达斯你也不要 喝咖啡你也不喝 不要太客气了是吧 像你这种女孩子很少了我 像你这种 没的事还不用那么开心吗 你平时有些啥子兴趣爱好啊 比如说有一些想想吃啥子 或者是希望去哪些地方呢 我平时的话 比较喜欢像跑步健身那些 健身是吧 那你住在哪个地方呢 我住在大学生那家 大学生啊 那正好我在大学生也办了个健身卡 这张卡是连卡 我自己还没用过的 然后打电话过去 让他们把名字更换 不要 打个电话 他说他喜欢健身 正好也在大学生那边 而且我的卡也是在大学生那边的卡 我也自己也没时间过去 就是说我当然会投其所好 把健身卡给他 这相当这也是我对他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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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礼物嘛 但是他太客气了 他也是可能是因为女孩子的一个矜持 所以不接受 我作为一个大男人 我肯定要深思一点 我肯定要送给他 说送肯定是要送给他的 不要客气嘛 反正我也不用 我绑了之后我也没了时间过去 没必要的 不用 我觉得你不用打电话 真的没必要的不用 喂你好 我是史玛涛 我是你们健身官的会员 麻烦你把我的这个名字 放成萝莉 放成萝莉就行了 好好好 谢谢再见 嗯 真的 你太 真的没必要的 我真的 真的不用吗 我电话都打了 他们而且的程序很快 就是改名字 然后的话 你拿了这个卡的话 你明天就可以去 自己去健身了就可以了 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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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转事先打着 他直接把那个 监视方的联卡拿给我的书 我当时感觉真的是太尴尬了 毕竟那个联卡 我自己也可以帮忙 但是给我的感觉 他就是太鲜白了 结果健身卡的罗小姐 并没有很开心 与司马先生的交谈 也是非常的客气 这不 没一会儿 就找到了我们的特派员 我觉得我有点接受不了 这个男嘉宾 一开始的时候 对他印象还是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他 还是比较感性 他对他的潜力 还是有那个感觉 但是后面呢 他跟我聊到 后面给我的感觉 觉得他太现实了 他一直给我显摆 他等那些钱啊什么的 他不是显摆 他是真的还可以 在这方面 但是我觉得不走心啊 比如说我跟他出去散步嘛 然后天气那么热 他也没有说 要给我打一下伞 背一下包什么的 他给你买水就好了呀 但是他就直接说 拉我去商场 然后去给我买这买那的 但是眼下的 很好啊 但是眼下的我不需要这些 我眼下的只是 他眼下有我就好了呀 我觉得他可能是处于一种 用自己的方式在追求女生 他的方式就是 直接带你去好的商场里面 让你不受太阳晒 可能这种会让你比较反感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人嘛不一样 所以多给一次机会也无妨的 可能 可能我觉得还是不能接受吧 这种 这就是他的卡 可能我真的觉得 我跟男嘉宾不太合适吧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转交给他 再给他一次机会嘛 谢谢 我觉得做我女人 真的有时候都很难懂女人 实话哈 我觉得我们今天男嘉宾 在节目当中 表现的并不差 至少说从我的角度来讲 可能真的就是两个 又不对胃口 方式又不同的人 好 接下来呢 我先带着这张卡 去给男嘉宾 告诉一下这个 不太好的消息给他 欢迎游戏 我们等你 你司马看到我回到现场 是不是一种不好的信号 有一点 我觉得你给我的一直的印象 就是你是一个超级酷的大男人 所以今天这位大男人 可能你的自尊心 要受到万点暴击 就是我带回了这张 你送给女嘉宾的卡 所以我还给你 这意味着女嘉宾已经离开现场 但是有一点就是 这个女生走得并不太远 你们之间也是有所可以转机的机会的 所以现在我们的电话随时为你准备 需不需要给她打一个电话 让我们把她请回来 用不住 用不住 非要那么酷吗 这个我觉得 能够一起都一起 不能够一起 从我做事情从来不勉强 实际上今天女嘉宾离开现场 一个最大的原因是 她觉得你不走心 一直在用你优越的条件 和所谓的经济去打动她 我也是因为希望她 才为她做这些 所以说表现出这些方面 才表现出来的 如果我不希望她 我就没得必要去表现这些 这个其实是很牵线的一个道理 我觉得 今天的最后 我们的男女嘉宾没有牵手成功 男嘉宾真的是非常的怅然若失 因为她已经拼尽全力来吸引我们的女嘉宾 这里有一个悖论 就像我写的这两个字 这是R 钱 男嘉宾她觉得 之前的两个女嘉宾 可能都很看重她的物质方面的东西 所以她很谨慎 但一旦到她自己动心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她追女生的方式 全部变成了用钱杂 不是给你买包 就是把我的健身卡换成你的名字 什么的 这种呢 如果说一个女生她真的是图你的钱 或者很看重这一点 她可能会很开心 但是女嘉宾目前的这个年龄 还有她可能本人的一些素质 她还处于那种 我要一心一意的追求爱情的阶段 觉得你这种方式 会让我觉得很反感 所以男嘉宾 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那么在意 女生不要看重你的钱 结果轮到你追人家的时候 却只有这样一个钱驴即穷的手段 但我也想了一下 有可能是咱们咋的不够狠 换健身卡的名字这种真的不算什么 下次咱们直接换银行卡的名字 也许女生会觉得你的诚意十足呢 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祝福我们的男嘉宾 当然了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单身女生 觉得这一款霸道总裁是属于你的 也可以鼓起勇气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8615868 连续到他 同时呢也可以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真爱网进行报名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珠宝对于播出 同时要感谢周志福珠宝 为我们节目所提供的奖品赞助 一个是帅气设计师 一个是清纯甜妹子 她们才刚一见面 却为何会相互攻击 裤子 衣服不怎么搭 还有这个凉鞋 很俗啊 脑气 不时尚 她带女嘉宾来到自己的公司后 究竟做了什么 为什么女嘉宾会如此受伤 真的很不习惯你知道吗 在否定我现在一切 就觉得好像我很差似的 她为何会把娇小萌妹子 一个人放在跳楼机上 忍受惊吓 自己却坐视不管 走嘛 不不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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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卖一张了 我一个人钱我都不钱了 萌妹子到底做了什么 竟是IT男对她有如此评价 甚至连她滴的水都不愿意喝 她还是比较任性 类似于有一点自我的那一种 凡人有喜 精彩内容 下期为您呈现 那么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将为大家播报一则 线下活动公告 在8月25号到8月27号 凡人有喜 将在丰都的太平霸乡 举行一场大型的名为 爱在七夕情定太平的 大型旅游相亲活动 那么本次活动 我们将全程免费 并且由专车接送 让我们一起来一场 三天两夜的相亲旅游活动吧 绝对让您感受到 夏天的凉意 体会到爱情的火热即可 添加小红娘的微信 即可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 给自己一个寻爱的机会 度过一个浪漫的周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地球是乐园 要用心去游乐 这种